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晚间新闻节目今晚 我是高原 今天是2021年1月8号星期五 欢迎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今晚栏目的微信平台上 跟我们保持互动 节目开始 首先来看今晚头条 自1月6号开始 受强冷空气影响 我省遭遇寒潮降温天气 气温创入冬新低 全省极端天气应对工作全面展开 昨天下午 省安委会召开全省视频会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知识精神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进一步分析研判极端天气 对我省造成的不利影响 调度寒潮降温天气应对 及安全生产能源保工工作 全力维护 两节两会期间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讲调 根据预测 1月7号到9号早晨 我省大部分气温将达到最低 局部可达到零下28到零下31摄氏度 长春地区将达到零下31摄氏度左右 全省要严防寒潮降温天气的危害和次生灾害 增强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 突出防范重点 全力做好保安全 保温暖 保民生工作 为了保障村长人民供暖 供热和供电 我们临时取消了作业 确保长春人民能够过一个温暖 明亮的寒潮气 为了应对的寒潮 我们事先对电网进行了缺陷和隐患的排查和治理 确保设备备处于健康状态 为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工作 省应急管理厅迅速启动应急联动机制 下发关于切实做好寒潮降温安全防范工作的提示函 协调媒体全时段全天候滚动发布安全提示 道路冰雪预警信息 针顿本次低温寒潮天气 应急管理部门将充分发挥应急指挥机构牵头抓种的作用 一是加密于气象部门会上研判 深入分析研判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演化 实时启动应急联动机制 第二是会同宣传部门广泛利用广播电台电视台 报纸网站等新闻媒体 第一时间发布天气预警信息和安全知识 届时提升社会公众的安全防范能力 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0.1毫米 最大的是在吉林的树兰是1.8毫米 那么长春也是出现了小雪是0.7毫米 雪后气温明显的下降 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低气温都在零下25度以下 气象部门提醒应对极寒天气 公众要注意天衣保暖 老弱病幼人群尽量减少外出 牲畜家勤等应感到带有保暖措施的场所 供暖单位要加强供热力度 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对室外设施采取保暖措施 接到气象部门的江文预报 长春市公热管理部门和公热企业展开联合行动 从5号起加大对全市公热管线的巡查和设施维护力度 通过室温采集器严密监测热用户加中温度 发现用户室温出现下降趋势 余光热力立即启动大领热源 实现高新热源和大领热源 双热源运行保障热量充足 也让公热运行更加安全稳定 结合近期室外天气情况 往我们提升供热参数 提前进行储温蓄热 低温天气对燃气供应也带来不利影响 容易造成气体凝滞和传输困难 通化室成立了140多人的燃气巡查保障队伍 对燃气输配部位进行巡查解冻 采取蒸汽加热与电加热相结合的方式 保障燃气运输通常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利用蒸汽等蒸圆和甲醇进行解冻 对天气管道及设施做好保温 在国往长春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工作人员正通过长春智能电网控制系统 监测线路和变电站的参数状态和复核情况 能够观察到线路的复核情况 比如线路就进行停电了 这个系统会自动发出报警的声音 通过信息条和监控系统的设备状态 两点进行判断之后 还要跟现场进行确认 四平市吉林市等地供电公司 还派出党员服务队走访大型冰雪旅游活动场所 了解客户用电需求 协助客户排查用电隐患 为冰雪经济保驾护航 为了防范设施农业受寒潮影响 国往东风供电公司组织专人 对十千幅线路沿线进行隐患排查 尤其对负荷集中区 集中电采暖地区大棚增设了抢修注点 提前安排应急发电设备 做好应急供电保证 寒潮带来的降温降雪 还对城市交通带来不利影响 长春市交警部门派出大量警力 确保早高峰道路通行顺畅 在长春市浦阳街与胡锡路交汇处 直勤交警郑贯南 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清晨的冷冽空气 很快就在他的帽子 口罩和警服外 结成了白霜 我路口设定警力经执行出道 从今天早的早高峰来看 到目前来看 出来基本是属于正常状态 可能比往常的早高峰要稍好一点 简单高峰事故是有 但是都是轻微车随 把大量的警力都铺到路面上 来对交通进行管控 下一步我们讲进一步 加强应对降温天气预警提示 同时要进一步加强路面的管控力度 特别是要加强在路上 对群众的服务的力度 确保平稳的应对好 降温天气的交通安全管理 网友说这天气真冷 冷到求婚时都不愿意伸出手 但总有人在这样的寒冷天气里 伸出双手为大家提供一份取暖攻略 让寒冷经得住考验 防寒不仅关系到整个城市的运转 也是一项具体到百姓的民生工作 零下二十几度的吉林 知冷知热 各部门各行业协同联动 为发展添柴 为民生取暖 冷冽的寒风中 交通警察 送餐小哥 环卫工人 抢修工人 那些平日里不曾察觉维护生活平稳运行的人 依然顶着风寒驰骋 坚定地守护着城市的温暖 寒潮当然不可怕 过去的一年 我们已经闯过了一关又一关 早已积攒下释放温情与善意的力量 感谢所有吉林老铁们 一起推开风霜 融化寒冬的剑兵 寒潮算什么 有一份取暖攻略 正等您来牵手 今天上午 省工商联十一届四次执委会在长春召开 省政协副主席 省工商联主席李维斗出席并做工作报告 会议强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省工商联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仅扣两个健康主题 落实四会要求 适时启动万起兴万村行动 巩固深化工商联组织建设和所属商会改革 助力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寒潮来袭却挡不住大家纵情冰雪的热情 为了丰富冬季冰雪旅游体验 今年长春市继续扩大冰灯雪雕项目规模 为市民和游客送上一场场夜间冰雪盛宴 夜幕降临 五彩灯光将位于连华山生态旅游度假区的长春冰雪新天地 点缀成了浪漫的通话世界 按照北京天坛一比一比例打造的冰雕天坛 在彩灯的映衬下显得雄伟壮丽 长达496米的冰滑梯 在灯光的装饰下既刺激又壮观 引得游客尖叫连连 特别刺激 第一次来感觉挺好的 这个冬到晚上就可漂亮了 这个自行次元也挺好的 我们都玩过了 但孩子来反正挺好的 冰雪运行片是今年长春静月潭国家森林公园 冬季游园项目的主题 在夜幕的映衬下 炫彩灯光焦香灰映 主题各异的巨幅雪雕 向由人们展示着北方冰雪的独特魅力 和往年不同 今年的静月雪世界 由固定区域变成了长达6公里的 环台沿线冰雪景观带 景区还推出惠民门票 花30元购买景区门票 即可畅游静月雪世界 将我们的13组大型的雪雕 11组的冰雕和25组卡通雕塑进行点亮 力争突出我们长春静月潭 冬季的冰雪旅游特色 为我们长春市民和游客 在春城的夜晚提供一个赏雪玩雪的理想去处 位于长春雕塑公园的冰雪新乐园 近期也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开放 在这里不仅能够欣赏冰灯雪雕 唱玩冬季项目 还可以观赏到以山海经为主题的炫彩灯光秀光之鱼 我身旁呢 这是咱们的一个不咸山的造型 因为以前长白山呢 被称为不咸山 所以说呢 我们做了一个不咸山的大型置景 然后在这个置景上面呢 做这个麦瓶的投影 就是这个整个把全部的山都覆盖住 让山变活 除了在光影中见证从不咸山到长白山的变迁 游客还能够触摸到山海经理描写的 满荒巨兽 体验会呼吸的彩灯 随鼓声绽放的烟花 这个雪季 长春南湖公园也打造了 以河美南湖为主题的冰雪作品灯光展 23个雪雕项目和14个冰雕项目 已经进入施工收尾阶段 冰雕 雪雕 彩灯等多种元素相融合 加上3D群西投影技术的应用 将会为市民和游客展现一幅 幸福长春 最美南湖的美丽花卷 现在呢我们冰雪的雕刻已经基本完毕 正在彩灯的施工阶段 预计在10号左右呢将正式对游客开放 开放后呢我们每天晚5点至晚9点 会进行亮灯 也欢迎广大市民游客前来观赏 眼下2020至2021年雪季已经进入半程 为了让冰雪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我省各地陆续开展新一轮冰雪节式活动 为火爆冬游再添柴 在柳河青龙山滑雪场 滑雪发烧友和滑雪教练的五龙鸭雪表演 拉开了柳河县冰雪旅游节的大幕 今天看到的雪上表演特别震撼 然后我们家乡附近呢能有这么好的滑雪场啊 我们每个人都会来体验 也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 在雪上来滑行的时候感觉特别刺激 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啊特别特别好 风景呢也都贼好 然后尤其是这里边的雪址呢特别特别好 我觉得我还没有玩够啊 我下次一定还要过来玩 风化市依托老白山景区优越的冰雪资源 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优势 举办了第六届长白山三宫集团 老白山雪村国际文化旅游节 精美大气的城堡雪雕 独具特色的雪地马拉松 璀璨多彩的灯光秀 丰富多样的节庆表演 为广大游客献上了一场冰雪文化旅游盛会 我是第一次来 就很想走上这来玩 这感受就是一种特别的美 也是以优质的冰雪之言 自然资源为优势 打造了我们这个东北民俗文化 以这个地方民俗这个文化 带动整个旅游产业 想冰雪美景 想冰雪乐趣 白城市依托全市四个大型冰雪乐园 十个冰上运动场 举办以冰舞贺乡为主题的白城市文化体育旅游节 倡导全民参与冰雪运动 开展冰上马拉松 速滑马拉松等冰雪体育赛事 伴随着各地近三百项冰雪文化活动陆续展开 吉林西冰冬雪的冰雪产业格局特色更加鲜明 彰显了都市冰雪运动与冰雪生态度假的产业集群效应 吉林全民作冬 全域体验冰雪旅游的新名片 在2020至2021年雪季后半程越发亮眼 吉林市北大湖滑雪度假区地处世界黄金滑雪纬度带 这里三面环山 冬季风利小厮 净风雪之干爽 净乎粉状 这里还有北国江城的独有景观高山雾松 游客在滑雪过程中可以进来雪松雾松等北国美景 节目最后就一起去北大湖玩转粉雪 好 今晚感谢有您的收看和陪伴 朋友们 周末愉快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